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来欢迎收看林海洋频道 今年是2024年上半年 好上半年的说要生效 运势大解析来 好希望大家先帮我按赞分享 开订阅按下小铃铛 我想2024年是一个全新的一年 有没有发现我穿到红彤彤的呢 好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 2024年走火运 火运到来呢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运势 会影响到我们呢 天干走甲木 我先讲一下 2024年的甲成年 连针化路 破均化全 五曲化歌 太阳化季 八字是甲成年 丙隐月 甲成日 甲子时 好那在2024年的开春之际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面对 整个2024年的上半年 上半年走甲木 甲木的话就是浴火会焚烧 所以木会干燥 那木要干燥的话 就是说甲木的人要特别注意 在上半年的时间 尤其是你是甲年出生的人 在上半年必经历经 比较千辛万苦一点 不过下半年就开始走好运了 因为甲木的长生在害 它喜欢水 所以你要多喝水 多喝水的运势就会变好 因为龙 龙是可以当海龙王 或是天上之龙 每一个人的解义不同 不过我要告诉大家 最重要的话 就是在2024年的连针化路 加太阳化季是什么 连针化路跟太阳化季代表说 我们在事业工作上面 虽然很努力 但是好像还是有些阻碍 有些混沌不明的意思 那也代表说 我们在工作之上上面 需要加把劲 虽然你现在看不到太阳 但是没有关系 下半年总有好运势到来 迫针化全的话 代表说我们虽然是用的权力 跟欲望太多了 但是迫针是破坏以后再整合 那在整合的同时 这个化全代表说 你不要滥用你的权力 因为权技交战灾更重 所以千千万万 我们在职场上面 不可以滥用权力 所以你滥用权力以后 运势就不会好 好 五曲化科 五曲心是一颗财心 他化科美其名就是说 大家都想办法来拯救我们的财运 那化科也代表说我们学习 你要更好的钱财 更好的财运 你就要不断的学习专业技能 如果你专业技能不够 专业知识不够 像我就是在这个业界三十年 三十年我能够靠着这个八字 紫微朵数 五行来解译给大家了解 就是我专业要加强 就这个意思 你的专业有够强吗 不管你是学科技的 或者学会计的 不管你是哪一种行业 你必须要加强你的专业 太阳化剂跟五曲化科有什么解译呢 第一个五曲化科就说你想赚更多的钱 要日以继业的努力啦 太阳化剂说太阳下山以后你也必须要好好的思考一下怎么样的好好的工作 然后你可能做不完的事情是不是利用一些晚上的时间也来做一点呢 这对你来讲也是蛮好的 像我晚上要做什么 我要写功课啊 像这些功课怎么来的 就是我利用时间写出来的咯 好所以我们在整个运势上面来看的话呢 在整个的流年上面上半年走甲木呢 甲木呢他洗水 那么甲木人必是经过历经千辛万难 而获得名声 而且获得好运的人 所以呢在中晚年以后呢 反而是更好 甲木如果没有受过磨难 没有受个责难的话呢 运势不会太旺 因为你都没有吃过苦啊 甲木人就是要吃过苦 所以我们在甲木年呢 必经历经千辛万苦的意思啦 好那既然要历经千辛万苦 我们最怕在农历五月份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我先提示大家 甲木的木呢在隐功的话呢 也是木生生不息的运势 因为它有六河道害水哦 因为呢隐功跟亥功是六河 所以呢它有害水 那其实木要什么 要金来克哦 没有金的话呢 代表这个木呢 不雕不成器 会变成朱木不可雕也 朱木才不能雕 所以我们要成材的话呢 要经过雕琢 要经过雕刻 也代表说 你要成为一尊佛像 或者一尊观工 你就必须要庆故磨难跟雕刻 如果你不运受到磨难跟雕刻 你的运势就不会太旺哦 所以呢需要水跟金来助望我们的运势 那么甲木需要什么 需要土 那土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有土师有才 土呢能够让木呢生生不息 变成神木 所以呢你的土地范围要辽阔 也代表说你在职场上面呢 可能要多付出一点心力 那个浮原遥阔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说这个不做那个不做 那就可能变成小小的土地 就对你来讲帮助不大 就不可能成为神木 所以呢我们在甲年的话呢 要成为神木要什么 要大片的土地 要大量的水哦 才能够让我们呢 在这个木才能够成长茁壮 但成长茁壮以后还要什么 要金来客哦 不用怕遇到困境 不用怕遇到困难 每一个人都会历经 当总统又历经困难跟困境的 哪里会没有 每一个国家都有的 那何况是一个人呢 一个企业呢 都一样要历经困难 才能够让我们在未来呢 生生不息 而且呢叼成一尊大佛 太好了 所以呢朽木就不可叼也 所以千万不能太多 水或者干燥的土 那些对你帮助都不大 如果你没有金来客的话 你也是不过是一颗神木而已 所以不用怕遇到困难 这就是在2024年呢 给你最好的解忆了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甲木尘土属火 犯太岁的有四个生肖 来属龙的是正座太岁 属狗的是正冲太岁 太岁片冲有牛跟羊 另外一个呢是兔子 就是害太岁 好这五个生肖 其实在2020年都要特别谨慎跟注意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山河生子尘就是龙属猴 生就是猴子 子就是老鼠 尘就是龙 好这个尘土有子的水的话呢 也非常好 有生的金也非常好 为什么我刚才不是讲过吗 你一颗神木呢要有土嘛 对不对 它才会成长 但没有水不行 所以它有子水 所以今年是不是 你除了这个生子尘的山河 是一个大好运以外呢 还有猴子的生呢是代表是雕刻嘛 所以金嘛 金就可以雕刻这个神木啊 变成一尊大佛的意思 所以呢在今年呢 这三个生肖呢 好好地加油一下咯 就是你的转育年 所以属龙的也不用怕 不用太担心 你要呢飞上枝头变凤凰 你要变成如脚龙一般的在天之龙 或者呢在海为海龙王的话呢 你都需要经过磨练的 那六合有的鸡呢 这个鸡呢在今年呢 真是太旺了 紫威龙德都在你身上哦 所以呢 属鸡的朋友呢 今年也是非常好 堆跪在丑位 牛跟羊虽然偏充犯太岁嘛 但是呢还是有贵人哦 一个男跪女跪 男跪在牛 女跪在羊 堆跪在保 兔子虽然有害太岁嘛 但是呢还有堆跪心 你也不用太担心 堆路在尹 好财路心落在老虎的公围 但老虎煞心很多哦 所以你要小心哦 不要呢得意忘形哦 堆马再引哦 那也是在老虎 所以要快马加鞭 赶快呢成就自己哦 才是你2024年最好的运势哦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香葱再续再拱 输口都不用担心哦 虽然有正葱嘛 哎代表你今年稍微富贤一点哦 不要急急硬的想赚钱而已哦 尤其是动工的事情不能随便动工哦 比如说你要盖房子啦 买卖房子啦 这个要特别小心 还有钱财上面的运作要特别注意哦 不要想说啊我这个没钱赚 那个没钱赚 你还想去投资 结果前面赚来的钱全部投进去以后 你反而是煞雨而归哦 那会很惨 所以呢希望属狗的朋友呢 不要一直急着想赚钱 让自己修身养习一阵子哦 好不好 农历三月以后呢 底定后哦 再来做打算哦 那丑位呢 三煞在丑位就是牛跟羊 也代表你牛跟羊在今年的运势上面呢 会有一些状况出现 不要太乐观哦 但是也不要太悲观 我们要平常心来看待 那太过乐观就是说 啊好人家叫投资就投资 人家叫去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对你来讲一点好处都没有哦 要特别小心哦 所以呢属牛跟属羊的朋友呢 虽然有贵人嘛 但是呢不要太过大意哦 大意失惊中 这样大家知道哦 好三行星在龙哦 这个城的龙呢 有三行星代表呢 自我行客 因为属龙的人本来就会自我行客 那自我行客代表什么呢 就是这个哪壶不开提哪壶 然后呢不该摻的酱你偏偏摻酱 就莫名其妙的事情会一大堆啦 第一个不要跟人家合作 第二个呢钱财管理好 第三个呢健康注意 这三件事情是重要在今年三行星里面 你必须要小心的 人际关系的处理呢也非常重要 因为工作事业跟人际关系绝对关联性的 所以呢不要去得罪别人咯 好所以小人就不会在我们身旁 见证在老油 好属兔跟属鸡的呢有见证心 也代表说不要呢太过骄傲 好虽然你今年运势变好了 也不能太过骄傲哦 以免呢人家落井下石哦 见证心就针锋相对对着你来哦 也代表你比较容易有意外之灾 好所以呢也除了这个以外 还要注意血光之灾 好接着下来我们来看属狗的运势 属狗在今年呢太岁正冲 那太岁正冲呢 其实呢有时候会冲出美丽的浪花 只是会比较短暂而已 我们今天来谈一下呢 属狗的运势到底会怎么样呢 太岁正冲你去安太岁的没有 如果还没有安太岁的话呢 希望你去安太岁点光明灯 点财神灯 好如果没有时间去点 海洋老师的官网在下方 也可以帮你服务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 属狗的朋友呢 今年呢没有急心哦 那只有凶心 那凶心是碎破呢 栏杆哦 爆尾还有呢破碎跟月空 哇真麻烦哦 总共呢有五个凶心 在你的身上围绕哦 这五个凶心到底要怎么来化解 我都要教大家哦 好今年的幸运色你要先注意哦 先穿红色系紫色系米色系 褐色桃红金银色系 还有老师穿的水蓝色系 这个水蓝色系让你呢开阔的运势 好那今年因为呢 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三煞在位三行在城 三行在城 三行在城的话是跟你对冲的那个龙 所以你还是要特别注意哦 还有一个见任在宝跟游宝是跟你六合 所以呢这几个呢运势呢都会影响到你哦 就是说你等于父辈受敌的感觉啦 那今年的贵人呢是十二生肖的除龙以外呢都是你的贵人 所以其实呢包括你自己要当自己的贵人 但今年问题是很多哦 可能你会判断错误 很多事情对人际啊对工作啊对钱财啊对家庭啊对婚姻啊对子女啊对长辈啊都会有判断错误的情况 尤其是你不能太过急躁的想赚大钱 今年基本上慈阴保态就算不错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工作事业 本命为四木之地就是像坟墓一样盖起来 流年上被太岁正冲 容易犯不应犯的错误 职场上面呢 以低调务实努力的工作 尤其在人际关系上面呢 不要过于嚣张 以免引起大家的不满 那拿出勇气面对呢困难跟挑战 要肩负重责大任呢必须有解锁的能力 这个锁已经锁住了而且生锁了 你要怎么样把它解开 你要这样具备这样的能力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能力 你根本没有机会 解锁你知道我们锁住了你根本没有钥匙 那你这支锁在哪里对 好你想当一个呢有能力的人 你今年是进修的好机会 进修的好机会 不管学任何东西都非常好 那因为呢在太岁年呢 如果不想进修的话呢 你未来的竞争力会越来越弱 好所以你必须面对困难跟挑战 另外的话呢基本上呢不要引起别人对你的不满 那所以呢不要过于盲目把一件好的事情搅成麻囚一样 那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会在你身上发生而无法解开 所以你等于是被关在一个笼子里面呢 没有办法挣脱啦 人家就把你当笑话看啦 就容易陷入僵局 今年多祈福拜拜 信责你如果相信他责灵哦 比如说你拜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啦 五路财神八路财神啊土地公啊 甚至你去拜虎爷啊 因为你三合虎嘛 所以呢拜虎爷也相当不错 虎爷要记得带甜食 花生鸡蛋给他吃 老虎要鸡蛋跟一块肉 肉不用煮生的肉就可以了 一块生的肉一个鸡蛋 然后呢就是一些呢 刚才我讲的拜虎爷的 最重要的那些食物 先乘哲鸣 好所以呢 尤其在职场上 金钱上 人际上需要上茧八条 好今年呢三合的老虎跟马 老虎的位置呢是正财星 所以你的事业工还有个正财星 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没有工作 你要换一个工作 那先有再好好不好 先找到一个好的 有的工作 就是可以让你呢 度过难关的生活上的 麻烦的 需要钱的 这些难关 所以呢你就会有一些 更好的一个运势 好在职场上 金钱上 人际上需要上茧八条备债 好所以你要每天呢 好好的上茧八条 你说那我去旅游 可以你有钱花当然可以 你说我现在休息一步工作也可以 但是不能整年度都复闲 好不好 那我建议你三件事情要做 多祈福 多拜拜 然后第二个 不要跟人家起争执 小心小人在背后投你 第三个 如果去旅游 短期的不是长期 如果去旅游是可以的 但问题是你要小心哦 因为你的迁移工也犯太税了 所以呢 要去旅游要非常谨慎 可能会在外面出意外 不是说车关啊什么 也可能哦 对不对 那桥梁都被 桥梁人家那个 好像中国一部一个桥梁 就被那个船给撞断了 也下面掉了五部车子下来 死了好几个人 所以你在出外的时候呢 你最好有保险 今年呢 是整顿自己最好的时间点 好 那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如果你 没有上景发条来备战的话 反之预期会不幸哦 最终就是不幸之事接踵而来 不好的事情接踵而来 根据神经学的理论呢 真正转念的神奇效果 就在那二十秒之内 一念到二十 你会不会转念就在那二十秒之内 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想我要转运 嘴巴讲讲根本又在转运啊 又在转念 对不对 好转念的意思是什么 不要将旧有的事情 一直重复 一直在做 不好的事情一直在继续延伸 这就是你在神经学里面 我们脑袋瓜里面 你必须要有彻底彻尾的改变 你彻底彻尾改变的话呢 包括呢你在工作上职场上人际上 还有你的学习上 甚至你跟老板的相处跟部署的相处 还有呢跟家人的一些关系都要搞定 这些呢当然看起来是很复杂的哦 没那么简单 因为你想改改善别人不改善 你是不是就很歐啊 但是你不能因为这样的歐呢 而中断了去改善的一个运势 好所以呢 我们刚才讲到一个神经学 你20秒之间的转运 比如说人家骂你 或者丢东西给你丢东西 你马上回急吗 那就会大打出手 你可能就受伤了 也可能呢被打到爆头了 所以呢这个就是转念 或者人家骂你 你马上回嘴了 他跟你又不爽了 然后呢变成一个战火的燎原 所以这个都是呢 你必须在20秒17秒 到20秒之间就赶快转念 打你吗 我们必须 然后呢 要不然会到后面 比如说车子插撞 下来哇你17秒 你怎么可以撞我 你要问说你打瞌睡了吗 那撞坏了要怎么办 如果我们先把车开到旁边 那要先拍照 那我们再来解决 我想你用这种比较温和的方式 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基本上呢 你的人生会重新开箱 会重新开箱 后面呢 整个运势就会改善 你的旧友的潮旧里面的一些 长虫的 长蚂蚁的 长老鼠的 长蟑螂的 全部要把它一扫而抗 这些都是你在今年必须做的 好 不要因为呢 有点钱而认为自己了不起 不要这样做 好 所以呢 我想呢 最强烈的暗示呢 改变自己的盲目行为 因为呢 幸运之神不会超过20秒降在你身上 那照顾不了啦 对不对 20秒你都没有回过神来 你要有人去吃个东西 就马上跟人家对干 显然菜不好 显然汤太冷 我觉得像这种事情 不要在你身上发生 你今年会被打到爆头 碰到一个呢 抓狂的老板 以及忙到分头的老板 搞不好在锅碗瓢板 齐飞扎向你 就麻烦了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呢 化解人际的负能量 可在客厅四个方位 摆上四包黑钥匙 四包黑钥匙 不用很大包 大概这样小小一包 小小一包 四包黑钥匙 碎食就可以 那如果你要摆四颗圆球 也可以 好不好 四颗圆球也可以 那你说那老师 我去哪里买黑钥匙 来对不起哦 很多地方有卖 那没有的话 海洋老师的观光有 好吧 那元宵后的两星期 把欺凌你的恶霸 你现在在开始元宵 今天开始元宵 元宵节的后面呢 两个礼拜里面 你就要处理好 把这些恶霸的名字呢 用黑钥匙压制他 然后呢 用放在呢 绑一个黑绳子 将恶霸放在呢 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把它压在四个角落 让他动弹不得 自小人的方法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把它 用绳子绑起来 包括你的黑钥 上下都有 让他不能逃脱 黑绳子绑起来 放在哪里 冰库里面 我们家的冰箱 不是有会结冰的冰库吗 把它放在最底层 这个有什么方法 这个呢就是 把它冰在最底层的 冷冻库 冻结恶霸化解恶韵 新方法 不是财小人 这恶霸太可怕了 对不对 所以你必须要这样子做 好不好 就教你一些骗补 好那如果在四个角落 你把那恶霸的名字 不要用白纸写 不要用红纸写 然后呢把它捆起来 用黑绳子 跟黑钥匙绑起来 那你说我没有黑绳子怎么办 可以 把它塞在黑钥匙的正中央 你以为是个袋子 黑钥匙的正中央 放在四个角落 也可以 另外一个更 更有用的方法 就是放在冰库里面 把它冰起来 让它动弹不得 好那你说 还有其他方法吗 有 就是 将它的名字写好以后 黑钥匙绑起来 去放到 放到海里面 让它永不回头 三种方法 以前我从不教的 因为这是 在道教的密法里面 其实基本上来讲的话 是不能随便教的 不过今年因为是凶恶之年 所以属狗的朋友 学会了没有 好 犯小人的几个生肖都可以做 比如说属龙的 那你想驱递这个人 也没那么容易 对不对 那你就不要跟他往来 不要跟他讲话 不要跟他有共识 不要跟他有协商 不需要 为什么 他是你的恶霸 欺凌你 对不对 好 那你当然不能欺凌人家 你欺凌人家 人家也会要反思你 这样大家很清楚 好 有五个生肖可以这样做 第一个生肖属狗的 第二个生肖属龙的 第三个生肖属牛的 第四个生肖属牛 还有一个生肖属 这五个生肖可以一样化福 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财运 安稳的政材可能都会备受考验 千万不可 得罪长官老板合作伙伴 不实 否则换小人 不会搞掉自己的工作 损及自己的收入及财运 今年呢 最重要的是保守 好不好 越保守越好 不要随便去买乐透 买投资 什么去投资 然后借钱给人家 然后呢 又要动工建房子 一定会出问题 买房也会出问题 因为呢 合约可能出现状况 另外的话呢 你可能买到不良建案 很多人呢 在财税的时候买到不良建案 买到了不毛之地 这样知道没有 所以呢 我希望呢 你们在今年的投资上面呢 真的要非常简单 尤其到海外的去投资 也是一样 没有更好 只有更糟 因为呢 解决事情的时候呢 更困难 所以呢 建议你呢 今年呢 好花的赚取正财就好 有一份工作低调的形式 然后呢 把钱赚到口袋 好好的生活 这就是你今年必须做的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你的爱情运 爱情运基本上呢 可能呢 比如说 太太跟先生会分居两地 或者呢 常常呢 会有一些家庭的钱财的问题 纠纷啊 争吵 这些都是你必须要小心的部分 感情上面呢 没有办法共组一个呢 幸福快乐的花园 但是不能变成仇人 好那今年的爱情运呢 其实基本上呢 都会找到烂桃花比较多 所以未婚的朋友呢 不要期待有好桃花 要设一个柵栏哦 你的前面要设一道柵栏了 好好的审视别人 人家也会审视你 好这个柵栏呢 就是不要太过越举的意思 好就算喜欢 不能霸王硬上公 小心被告 还有呢 你可能会碰到 诈骗集团的男男女女 所以呢 你在这个今年的 这个财运上面 很容易破财 所以也容易碰到 这些渣男渣女呢 让你破大财 今年呢 凡事呢 低调审慎为家 好 台湾运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呢 劝你呢 不要做白日梦 想说 我认识一个很不错的 很漂亮的女孩子 就赶快努力去追求 结果呢 她是一个败金女 不断的花你的钱 花到后面呢 你身心受创了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女人一样哦 碰到那些渣男哦 每天跟你借钱啊 出门靠你吃饭啊 你就该死 是不是 半生继续 可能就被她骗光光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健康运 在健康上面来讲的话呢 基本上呢 大病倒不会有什么重要的大病 不过呢 就是要特别注意呢 你原来就有个救急 那这救急可能会扩大哦 比如说你可能没有检查出那个 那个 长的瘤 结果瘤里面是恶化的 所以你如果有身体的病痛 赶快看医生 好 能不能找到好医生 可以的 请别人协助你 刚才讲过你有几个贵人哦 这些贵人的帮助会对你很相当不错 但是呢 不要找 这个市面上 有一些没有执照的佣医 有个悟性偏方 而越来越糟糕 不管你任何的病症 你在今年呢 都要谨慎的 从大医院的大医师里面 去找 寻找贵人 另外的话呢 不要尽兴 这个偏方 好不好 很多人会介绍你偏方 你今天想要我吃吃看 我喝喝看 结果呢 吃出了大毛病 本来无病呢 现在是吃出大毛病 好 不管年轻老 或者小孩都要小心 好 以上的这个讲的也清楚 给输果的朋友 第一个 今年不适合搬家 不适合办公室 不要带房子 不要买车子 好 你只要谨记这四件事情 不要与人冲突 我相信你今年都可以平平稳稳的 渡过难关 那你比较好的月份 我要告诉你 农历的一月 农历的四月 农历五月 还有农历七月 八月 十月 都非常好 这几个月份呢 对你来讲都帮助很大 好 谢谢你们 帮我按照分享 开订阅一下小银行 拜拜 谢谢大家 我支撑